由於目前國內原住民法律失誤人才的需求 日漸增加 東華大學法律原專班首度舉辦 以原住民法學為主軸的營隊 開放高中青年參與 學員也提到一般教育中鮮少原民案例 希望藉此活動增廣見聞 因為其實學校教育也不會特別強調 有關原住民的人權在殖民統治下 被剝奪的這一塊 然後這個營隊是目前 它是第一個有關 就是講原住民法律的營隊 所以就來參加 全員表示原民議題應該要主動關注 並且學習自我思辨 才能在實際面對訴訟工房時發揮效用 多少還是有會去關注 但是法律不是遇到了才要去了解 而是我們平常就要去主動去認識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後去統整這些我所看到的觀點 離各自青少年法律以亞美族語為命名 除了議制法律規章外 也將諧音轉化為立刻改革司法的期許 主題以傳統領域畫設 部落諮商統一權為主 但也會適時針對學員需求 適時調整內容 其中最為重要的職勢 是傳遞以原住民族文化底蘊為主題的法律觀點 其實這次班營隊啊 主要我們有開放就是非原住民 就是一般的漢人同學能夠參加 原住民也參加 那這樣子分配就是希望能夠讓更多人認識 原住民議題跟原住民法律的觀點 所以除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的課程的安排以外 像我們這次的活動設計 有很多是關於就講土地傳統領域的 然後有一天能夠走進部落 然後看到部落正在發生事情 對 每當原住民族傳統慣習 遇上國家法律時 只能成為被支配 甚至遭制裁的一方 加上部分原住民相關法律位階不足 使條例形同虛設 未來將如何持續改變 提升原住民族權益 也是目前原住民族 目前需要共同思考的課題 原室新聞趙羅比特 華林秀林 採訪報導